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精讯观察追求真相 这个视频给大家解析最新的实时精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YouTube的频道 请一定要按下订阅和通知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的精讯干货了 恒大集团现在的境地 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也不为过 曾经作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风向标 如今频报惊雷 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曾经的房地产头部企业 为何会形成现在的局面 恒大能挺过去吗 大家如果有什么看法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 教师节当天 恒大召开财富专题会议 许家印放出豪言 很多员工和业主都拿着辛苦钱 血汗钱和养老钱来买了恒大财富的产品 我代表集团明确承诺一定要全部兑付 一分钱不能少 然而这样的空投支票并不足以安抚投资者的焦虑 反倒印证了恒大旗下到期财富产品 逾期无法 对付的尴尬 恒大财富曾被称为恒大集团最后的防火墙 但是这次的火却是从墙上鲜烧起来的 据报道 恒大财富为兑付的理财规模达到400亿元 恒大集团内部九成以上的员工 自愿购买了恒大的财富科技商品 9月10日 许家印在恒大财富专题会上特别强调 在兑换过程中 一定要实现公平公正 不允许任何人特殊化 以前发生的事 今后也绝不会发生 必须千方百计按照既定的兑换方案 比计划更快的兑换 我想只要是有点社会惊 燕的人 听了这句话就会理解发生了什么 从而推导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投资者现在是最着急的 都想赶在最后 一面墙倒下之前 带着家当逃跑出来 许家印 作为中国房地产的领导者 一时风光无限 那张笑声包围着两会记者的照片 到现在都让人印象深刻 2017年8月 恒大上半年财报显示 其总资产达到1.5万亿元 营收也达到1879亿元 同年 许家印以2813亿元登顶中国首付 在房地产领域取得成功后 随后又进军股市足球 女排 养老 汽车等领域 许家印手机似乎有着花不完的钱 所谓 恒大所道 今时为开 巴菲特的名言中写道 人生就像一个雪人 找到失血和长山坡是关键 但巴菲特狠狠坏 他没有告诉过别人 当失血耗尽或山坡触底时怎么办 对许家印来说 土地是失血 中国房地产市场 是20年发展所遇到的漫长的斜坡 如果斜坡一直以斜 坡持续下去 恒大这个雪球就会持续增加 当初 这个雪球还很普通 但是 随着体积的增大 雪球自身的重量 债务随时都有可能压垮这个大雪球 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 可以考虑两种方法 一种是主动减速或者把自己 分成几个小雪球 另一个是以越来越快的滚动速度 不断给雪球添加新的失血 以对抗重力的影响 后者滚落到山坡脚下后 是能耗尽的时候 就是四分五裂的时候 央行推出的房地产理财 三根红线 是给恒大这个疯狂膨胀的大雪 人踩上了 刹车摆脱过多次危机 嗅觉敏锐的许家印并不是没有料到这场灾难 要防止这个巨大的雪人崩溃 最好的融资方法是通过股市 将债务压力转移到万千股东的头上 于是乎几年前在股市上还产生过恒大概念股 但是最后失败成为了倒下的第一张股牌 此后恒大百出 不管我怎么样 我都要撕给你看 的架势经政府斡旋 最后一千三百亿战略投资的债权人 大部分同意债转股 从债权人转眼间成为股东 恒大虽然暂时度过了难 官 但几乎失去了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信任 房地产的本质是金融 无法得到金融支援的不动产 注定难以长期维持 强导众人推 这种事在历代并不少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恒大白首起家时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探索阶段 许多土地以协商出让的方式交易 这给了先富的一个空手套白狼的机会 许家印依靠当时的机会 博力多销赚了第一桶金 并且经过不断总结和完善 形成了高周转率 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快收快成藏起来 不让夺走一粒粮食土地开发 用回收的周转效率战胜资金和政策的压力 这相当于在赌城一次又一次的开张 第一个打卡的人获胜 所以恒大敢于拿最贵的土地 借最贵的钱摊最大的饼 这个玩法被很多同行参考 神 周大帝曾一度掀起 恒大模式热潮 此时的恒大已经变身为 滔铁 这一远古拘售 把眼前看到的东西都吃下去 资金 技术 人才 土地 政策 资源 世界上也许有千年不倒的企业和组织 但绝不是因为大 而是因为信任 9月7日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 将恒大及其子公司 下调至个评级前景负面 9月8日 惠玉也将恒大集团的评级下调 这个评级意味着恒大 有可能或非常接近违约 针对网络质疑声和破产重组传言 恒大集团于9月13日发表声明予以澄清 声明承认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是坚决履行企业主体的责任 想尽一切办法恢复正常经营 全力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 用数据来说 一下市场对恒大的信心还剩多少吧 通常 在金融市场上机构比个人敏感 外资比内资先知先觉 受债时的反应 恒大的美元债务已经跌到了连父母 都不知道的地步 近两年恒大地产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务 以2022年11月6日和2023年11月6日 到期的两笔利息达到13 和13.75的美元债务为例 在2019年12月6日日 每100美元的市场卖价还分别为 101.65元和102元 到了2021年6月15日 两者的价格已经跌到 81.93元和80.95元 2021年7月14日 再次跌到74.86元和69.04元 8月13日 跌到45.92元和43.49元 9月13日的价格 分别是20.62元和20.33元 事实上 恒大在国内外融资的成本 很多都要远高于此 如果一个人在跟你借钱的时候 什么字都敢签 什么承诺都可以做 说明这个家伙的信用早就破产了 你眼中看到的是利息 别 人盯上的是你的本金 而此次恒大财富 从9月8日开始 出现对付困难 无疑是从内部引爆了恒大 9月12日 杜亮在现场承认 他确实在5月31日 输回恒大财富理财产品 9月13日 恒大方面向投资者发布了一份包涵 现金房产 车位三种方式的对付方案 根据杜亮所说 恒大很难 一下子拿出400亿元 对付到期理财产品 所以这三种方案实际上 相当于对付展期 我看到网上有人提出 让国家接盘恒大 我觉得这样的大脑实在堪忧 政府本身并不会 创造财富 而是财富的分配者 如果恒大的巨额债务被国家接盘 则必然会被分散转移到 14亿中国人头上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 索性任由恒大破产 一家房地产企业而已 破产正好可以杀一惊百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脑袋 已经不能用白痴来形容 恒大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顺利解决 将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 目前和恒大有关联的银行 金融机构有100多家 关联上下有企业上万家 如果恒大破产 则会导致银行 信托 基金 债券交叉违约 引发 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 雷曼兄弟的剧情也将会在中国上演 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如果出现金融危机 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 根据报道显示 截止2021年6月30日 恒大一年内到期的短期负债达2400亿 同期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为867亿 也就是说 恒大持有的现金根本无法支付债务 那么有人会质疑 恒大卖了那么多房子 总不能都是赔钱卖的 还有承包商的电资 供应商的商票 拖欠政府的土地款 自家员工和业主购买的礼 财等等 这些钱都去哪了 其中一部分无疑被高昂的利息成本吃掉了 以现在房地产开发的实际利润来看 利息超过10 的资金只要使用周期超过一年半 这部分钱就相当于给资金方白打工了 当然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还的另当别论 至于其他的隐性债务 鉴于没有准确数据和证据 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而恒大的另外一部分钱 则是被合理合法的分掉了前不久 许家印表态 我可以一无所有 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 果真如此吗 大股东合规套现了解一下 据公报显示 恒大集团十年间共计分红1142亿 直到今年的7月15日 中国恒大还在发布公告称 将讨论公司特别分红计划 后被有关部门制止 而许家印家族持有的股份高达76.7 这是一道并不难的小学计算题 此外许世家组合公司高管 还购买了自己发行的海外高额理财产品 并且享受到提前兑付的特殊权益 因为恒大是在香港上市和发债 所以分红和理财收入理所应当的 在香港得到兑付 并成为许世家 组合高管们的海外资产 而债务则依然被留在国内 哪怕恒大倒下后洪水滔天 许老板依然是巨富 如果这都不算掏空上市公司的话 连贾跃亭都会跳出来骂街了 若许家印对恒大财富的投资 人们尚有一丝香火之情的话 现在应该做的 难道不应该是以实际行动兑现 我可以一无所有 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 不能一无所有的诺言吗 无论恒大未来走向何处 恒大集团和许世家族的做法 都值得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和雷曼兄弟相比 恒大财富的爆雷 更明显有人为因素的存在 而对于监管部门及政策制定者来说 亡羊补牢是什么时候都不嫌晚的 不知道各位朋友都 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 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想了解更多右下角点订阅 这期分享到这 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再会